1979年,肃裕叶剑英反对打越南,可随后陈云的一番话让邓小平下定决心要开战。那么陈云究竟向邓公说了什么?点个关注,我们接着来讲。 越南这档子事儿说起来着实令人心寒,起初这个同在社会阵营的小国家可谓是在我国慷慨无私的持续援助之下才得以一步步成长起来的。 1950年,越南正深陷于水深火热的抗法战争之中,装备落后缺乏战术的越南人民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孤立无援的胡志明秘密访华,请求中国援助越南抗击法国的侵略战争。 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内仍处于战争结束后的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状态。 本身当时我们自己都不富裕,却给越南提供了不少物资和军事援助,帮助越南赶走了法国侵略者。 可谁料法国人走了,美国人随其就来了?我国再度帮助越南击退美国。 1975年,越南得以统一和独立,这其中离不开中国的援助与扶持。 有数据统计,自胡志明1950年向中方求助,到1978年,我国停止对越进行援助的28年时间里,我国提供给越南军事和经济援助高达200亿美元。 在整个越南战争期间,中国给越南提供的都是最为先进的武器,累计派出了32万人参战。 有不少中国战士牺牲在了越南战场上,除了提供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财力,中方还将先进的军事战术和建造技术倾囊传授给了越南。 原本松散的越南士兵在中方军官的指导下,变成了训练有素能打胜仗的作战队伍。 随着中方各方面专家的陆续入约,越南国内生产和经济也在逐步得到提高。 那段时期,我国对越南的态度就是有啥给啥,要啥送啥。 然而,令人感到心痛的是,这28年的援助,最后竟生生演变为了一出农夫与蛇的故事。 越南在完成统一之后,就逐渐暴露了自己的狼子野心。 彼时,越南军队实力在经过锤炼后得到极大提高,背后又有苏联做考山。 于是,越南领导人就想着一举吞并老挝和柬埔寨,实现国家领土扩张。 就在越南举兵入侵柬埔寨的同时,越南国内还在新领导人离损的受益下,大肆开展了数次排华运动。 这无疑是恩江仇报过河拆桥的表现。 这场维持了将近四年的排华运动,对于当时生活在越南的华人而言,简直可以说是人间炼狱。 华人在越南开设的企业和商店遭到越南人的洗劫,私人财产也被越南人非法侵占。 被迫到越南人划定的新经济区生活,无论是小孩还是妇孺,只要是华人都难逃越南人的欺辱,甚至还有人被生生打死在街头。 这样的新闻几乎每天都在被报道,华人想要撤出越南还被勒令交纳12两黄金,交不出来交到集中营做苦力。 过往累累学宅,都是每个中国人不能忘记的仇恨。 越南除了开展排华运动,对于我国领土主权也发动了挑衅和侵占行为。 彼时的越南名导人李孙丧心病狂地对外宣传,称木棉花开的地方都是越南的领土,就连我国广西广东两省也属于越南。 仅仅在1975年这一年,越南挑起了中越边境流血事件一共400多起,到了1978年,这些事件已经增长到了1100多起。 与此同时,越南不承认我国的南海主权,并趁机侵占我国南沙群岛的多个岛屿。 越南当时的一切作为,显然已经对我国主权与领土安全造成了侵犯。 如果中国态度不强硬的话,越南在占领柬埔寨之后,将会继续占领马六甲海峡,进一步妄图实现称霸中南半岛的计划。 这是谁也不想看到的局面,因此在邓光的心灵,对越反击战这一仗一定要打。 然而,此时的叶剑英元帅和素玉大将,为何要对这场战役提出反对意见呢? 素玉和叶剑英等人反对出兵越南的理由,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点。 首先,当下的国内局势并不是打仗的好时机,国党在历经艰难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之后才得以建国。 新中国成立一始阶段,又出兵朝鲜抗卫援朝,此后的战役范围虽小,但也没有停息。 这一路走来,国内的和平稳定状态也不过只持续了三十年。 在他们二人看来,国内一切也在刚刚步入正轨。 眼下这段时间,正是国内蓬勃发展的时间,重点应该放在实现社会主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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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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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